好,同學現在這個立體哦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格式哦,相當複雜哦 這一個大根號在分母哦 那我們現在呢,看這個格式哦 看不出來上面這個3s加1這個要怎麼處理哦 不過呢,我們仔細觀察一下,就是 因為,根號哦 根號在分母就是-2分之1次方 -2分之1次方 那所以呢,我們現在的做法 可以這樣子來做哦 就是嘗試著哦 先把這個根號哦 給它改寫成這個-2分之1次方 好,我們先把根號 改寫成-2分之1次方 那麼,把分子呢,放在後面 先把這個分式哦,寫成這種格式哦 寫成這種格式 那麼,當你把這個根號在分母看成-2分之1次方之後 寫成這種格式之後 寫成這種格式之後 那我們自然而然的又想到了這個公式哦 就是-U的N次方哦 然後再-DU哦 因為只有這個公式它是有次方的哦 只有這個公式有次方 那所以呢,我們現在呢,可以怎麼做呢 就是,另這個次方底下這個東西哦 另次方底下這個東西就是-U哦 哦,這裡就是-U哦 所以我們另-U哦 就讓它等於這個-3X平方 然後加上-2X哦 再加-1哦 好,另U等於這個式子 那所以-DU哦 除以-DX哦 它就是-6X 好,同學3X平方微分6X哦 那這個2X微分剩下-2哦 好,剩下-2 那,這是微分的格式哦 積分的時候呢 這個DX呢,都是搬到右邊去的哦 所以這個DU哦 你移向一下 等號左邊就DU 那等號右邊就變成-6X加上-2 然後再DX哦 再DX哦 那因此哦 原本我們不知道 這個東西哦 3X加1這個分子這個 它到底在做什麼哦 可是 把DU哦 把U1微分之後 我們看到呢 這邊 它是6X加2 剛好是它的兩倍哦 剛好是它的兩倍 所以 3X加1它的功能哦 就變成說 你要再下去調整一個2哦 好,再下去調整一個2 它就變成6X加2 然後再DX哦 所以我們 為了這個目的哦 因此我們在這邊乘2哦 然後除以2哦 好,乘2除2哦 那乘2除2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 後面這個部分哦 後面這個畫線的部分 哦 這個就是這個部分哦 把它轉換成DU哦 把它轉換成DU 那所以這整個這個很複雜的這個格式哦 經過這樣轉換之後 它就變成2分之1 然後這邊這一大串哦 這一大串哦 就是剛才的 另外的U哦 所以它變成2分之1 U的-2分之1次方 然後畫線的部分是DU哦 然後就把它轉換成這種格式哦 好 那這樣一轉了之後哦 可以積分了哦 這U的N次方 積分以後變成 這個-2分之1次方加1哦 就變正2分之1哦 那底下是正2分之1哦 好,再加C哦 好,再加C 那然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2哦 第二層的2 跟第三層的2消掉哦 那消掉之後 最後這個式子哦 它的答案就變成是 U的2分之1次方 再加上C哦 那U的2分之1次方 U是什麼呢 最後再把它換回來哦 它就變成3X平方 加上2X哦 再加上1哦 的2分之1次方 最後再加C哦 好,所以這一題 最後答案就是 這個東西哦 好